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游,欢迎收看今天的每日邮报 日前,据一家神秘事务网站披露 美国国防部将美军拍到的一份疑似不明飞行物的照片和影像 放进了一份秘密调查报告 并收入不明空中现象专案小组的简报材料 本次被披露的影像据称是由罗素号驱逐舰的一位军官 用夜视镜拍到的画面 时间是2019年7月 画面中可以看到多个金字塔形状的物体 在驱逐舰上方约213公尺处排旋 其中一个物体的底部还不停地发出闪光 据相关报道指出 一份机密简报对飞行物进行了这样的描述 他称 这不是我们所拥有的或一个绝密计划的东西 这也不是外国军方的东西 这些物体以我们无法预料的方式在活动 它们呈现的是非空气动力学的形状 就像金字塔一样 这是飞行的金字塔 而美国国防部发言人高夫 在回答相关网站查证的声明时 依旧是老一套的做法 称国防部因保护任务安全 避免揭露可能供潜在敌人利用的信息 不会公开讨论侵入训练区或指定空域的细节 其中包括被指定为不明空中物的侵入现象 日前由民主党籍亚裔国会议员广野庆子 提出的新冠仇恨犯罪法案 将于14号在参院进行表决 议案提出要求司法部任命特定官员 加快审视全国因新冠疫情而出现的排斥亚裔情绪 为举报相关罪行定出指引 以及要求联邦部门设法在疫情相关的文字中 避免使用种族歧视的字眼 目前参院席位共和党占50票 因此民主党至少需要拉拢10位共和党议员 才能使法案达到60票的过关门槛 分析认为本次提案无论共和党如何行动 民主党都会有所收获 如果共和党合作即可让立法成功 从而成为民主党拉拢亚裔的一大资本 但共和党一旦反对 那么正好可以让舆论来关注拉布机制 是否应该废除的议题 所谓拉布机制是西方议会政治中的专业术语 是指在议会中故意发表农长的演说 来拖延表决 以阻止提案的通过 目前参院民主党为了是否废除拉布机制的议题 而争执不下 其中一方认为 共和党身为少数派 凭借拉布可以阻挠立法 但另一方却认为民主党将来也会成为少数派 现在若废除拉布机制 等于放弃了未来制衡对方的武器 对于该提案提出议案的广野庆子表示 他没有太大信心 是否能够争取到足够的共和党议员的支持 但根据部分共和党议员的表态 似乎并不想阻挠法案的通过 例如共和党领导层之一的瑟恩维婉的表示 党内正在考虑该如何辩论修订这套法案 党友只是希望改善促进法案 而不是决意阻挠 另一位掌握关键票的温和派共和党议员 克林斯则说 法案部分文字不妥 希望可以修改 言下之意 整个法案并没有太大问题 昨天美国财政部表示 从2020年10月到今年3月的6个月期间 美国的财政赤字创下破纪录新高 比前一财年同期暴增约130% 这反映出新冠疫情期间 经济振兴方案的支出相当巨大 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月报资料 现行财政年度累计至今年3月底 财政赤字已达1.7兆美元 相比前一财年的同期赤字 7430亿美元 约增加了130% 美国财政部还表示 只是今年3月 美国的财政赤字就暴增了454% 达到5410亿美元 日前 华裔田凯或拜登总统提名 担任国土安全部副部长 田凯曾在西点军校修读土木工程专业 后来又在牛津大学攻读硕士 并在哈佛大学完成国家安全课程 他在克林顿时代加入美国贸易代表署 后来又在2009年至2011年期间 加入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出任阿富汗及巴基斯坦事务高级主管 随后离开政府团队 在花旗集团担任主管 此外田凯还在陆军服役24年 曾先后三次被派驻伊拉克前线 在非战斗任务期间 曾驻守德国及美国本土多州地区 2011年他以上校军衔退伍 田凯的父亲出生于中国重庆 1992年去世前是德州大学的教授 目前田凯居住在亚特兰大 和妻子育有两个女儿 目前全美的疫苗接种计划 正在持续开展 但同时新增病例也仍在继续上涨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分析显示 全美11号出现的新增病例 共46378宗 但7天滚动日均病例 却达到了70196宗 成为2月份以来的最高位 涨幅接近11% 其中22个州的病例有所增加 专家担忧 出现第四波疫情的趋势正在加剧 另外白宫防疫小组专家福奇指出 疫情还远没结束 可能需要在一年之后再接种疫苗的加强剂 据美国CDC的数据显示 这批感染人群的年龄 介于18岁到54岁之间 占新冠病例的半数以上 此外专家还指出 新增病例的大量爆发 这可能也和最近的复活节假日 以及春假有关 今天美国疾控中心和联邦食药管理局 发布联合声明宣布 联邦各疫苗接种站将暂停强生疫苗的注射 因为有6名女性在接种该疫苗后 6到13天内出现血衰 因此联邦政府叫停了该疫苗的接种 并呼吁各州政府配合 声明表示 这6位女性的年龄在18岁到48岁之间 她们在接种疫苗后出现的血衰现象 是一种罕见的凝血障碍 欧洲当局表示 这可能和牛津阿斯利康疫苗 所引发的血衰情况类似 目前全美已有680多万人 接种了强生疫苗 但绝大多数民众都没有出现不良症状 或仅有轻微副作用 12号 生物科技公司雷杰纳龙表示 该公司的抗体药 可有效减少81% 有症状的新冠感染 计划向联邦食药管理局申请为预防疗法 据悉 该抗体药为被动免疫 直接将抗体注入体内 这和传统疫苗帮助自体产生抗体的原理不同 因此传统疫苗注射后 可能需要数周时间才能产生抗体 但被动免疫可立即产生免疫 这项疗法在去年曾用在感染新冠的前总统川普身上而闻名 尽管如此 但却因为该疗法需要通过静脉点滴进行注射 需要耗费较长时间 而未被医院广泛使用 因此雷杰纳荣将下联邦食药管理局申请 允许同事业直接注射 如果能够获得食药管理局的授权 那么未接种疫苗的高风险患者 以及对疫苗反应不佳的民众 将可称为该抗体药的受贿者 11号在明尼苏达州 飞翼男子遭警察开枪射杀的事件 今天有了新的报道 当天飞翼男子莱特因交通违规被警察拦下 因为莱特有通缉令战身 当警察对他实施逮捕之际 双方扭打在一起 此时另一名执勤女警 原本想用电击枪制服莱特 结果却拔出了真枪并朝他开火 最终导致莱特死亡 12号当地警方在记者会上 公布了警员随身摄像机拍摄的画面 影片中可听到 一名女警对莱特重复的喊道 我要电击你了 我要电击你了 电击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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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莱特钻回到驾驶座时 这名女警朝莱特掏出武器 根据视频显示 女警的手枪开了一枪 然后莱特驾驶的车辆 快速驶离现场 此时女警说道 天哪 我对她开枪了 据媒体报道 这名女警是48岁的 金伯利·波特 是一位从警25年的资深警员 年薪为86190元 此案发生后 明尼阿波利斯地区 已在11号深夜 出现暴动和打劫 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兹 为了避免抗疫事件的扩大 已宣布明州进入紧急状态 并实施宵禁 警方已在明尼阿波利斯周围地区 加强戒备 明尼苏达州国民兵 也在12号晚上加派人力 从原本的500人左右 增加到了1000人以上 12号 州长沃兹对媒体指出 如果抗疫民众出现暴力或故意破坏 利用这起悲剧趁火打劫的话 他将遭到明州史上规模最大的警力对付 随着明尼苏达州陆续出现群众洗劫商店 聚众抗疫之后 芝加哥也因此进入高度警戒状态 证证非裔男子弗洛伊德案 即将进入最后判决阶段 加上日前 芝加哥又发生一起 13岁少年因涉嫌枪击案 遭警察当街追逐时被开枪射杀 此案已引起社区的不满 而陆续发起两三次小型抗疫 现在又加上莱特事件 可能将致使芝加哥再次出现大型抗疫 因此警方已进入最高戒备 以防去年5月底8月初出现的洗劫和暴动 芝加哥市府称 相关单位正在密切监视 全美各地出现的莱特反应活动 芝加哥市中心第二区区长霍普金斯表示 从去年发生的大规模洗劫情况来看 最深刻的经验就是 一旦发生暴动或洗劫 就会像滚雪球一样很难停止 所以关键就是要事先防范 12号晚上 已经有大型卡车停在芝加哥市区的街口 一旦发生事件随时准备封锁街道 日前在乔治亚州发生了一场 现实中的警匪大战 最终造成一名嫌犯被击毙 三名警察受伤 此案发生在12号凌晨3点半左右 乔州警方在20号州际公路上 发现一辆日产尼桑汽车 以111里的时速高速行驶 警察要求对方停车接受检查 但当警察下车靠近车辆时 司机突然加速油门逃离现场 因此引发警察的追赶 当双方的车辆开进卡罗顿市的范围时 当地警方也协助加入追捕 此时嫌犯车上的乘客开始向警车开枪 卡罗顿市的警长雷洛伟中枪 警车失控撞毁 随后加入围捕的维拉里卡市警方 将嫌犯逼进小路 车辆开到当地一所小学附近撞毁 车里的谢尔顿兄弟逃出车外 然后面对追赶而来的警察 两人朝警员开枪 维拉里卡市警员戈迪在还击中身中两枪 此外卡罗尔郡副警长雷佩托手臂中枪 双方交火后 谢尔顿被警员当场击毙 另外一名嫌犯亚伦则被警方逮捕 目前他被控三项严重非法侵犯 和五项严重袭击罪 13号 世卫组织呼吁各国采取紧急措施 停止在食品市场贩卖捕获的活体野生捕肉动物 以防止新疾病的出现 世卫称在人类所有的新兴传染病中 超过70%源自动物 尤其是野生动物 其中有很多是新型病毒所引起 野生哺乳动物尤其将构成新疾病出现的风险 世卫提到 在最早已知的新冠病例中 部分病例和传统食品批发市场有关 最初病例中有很多都是摊贩老板 市场员工或市场的常客 据悉 世卫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已为此共同起草临时指南 下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美国疫情 截至2021年4月12号上午11点 全美确诊人数累计3169万9990例 累计死亡人数57万0506人 今天新增的确诊人数是72565例 死亡473人 纽纽约州今天新增6087例 死亡70人 加州新增4173例 死亡52人 新泽西州新增2012例 死亡25人 休斯顿新增227例 死亡12人 芝加哥新增1115例 死亡16人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本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